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舞台湾的鱼琴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乌鸦的床前上前有一只乌鸦 它很渴 天气又太热了 而且看到一个小猪 然后乌鸦说 小猪啊 小猪啊 你有在路上有放了一瓶水吗 然后小猪就说 没有啊 没有啊 然后它一说完了 它就看到一个落石的鸭子 然后呢 然后呢 它就放在水里 过不久后呢 然后乌鸦 看到眼睛水了 它喝着水 它喝着水 又喝不起了 它就想到一个好办法 然后它就想到一个好办法了 然后它就拿了全部的石头 然后呢 它放了一颗 还是喝不到 它放了 它放了很久很久 都没可以喝自己的 它想了想 它又想到一个好办法就是 就是它要把所有的 所有的石头 放进水里 就可以喝得到了 然后它放啊 放啊 它放了没多久 还是喝不得起来 然后呢 它又想了想 它又不行想了 然后呢 它又 还有一些些的石头 放进里面 然后它 放 放 9颗 还是喝不得起来 它放10颗 这个 就还是不好喝得起的 所以它要 放 10颗 它把一些些的石头 拿去 算啊 算 算到一个好办法 然后它就 又把 它刚刚 掉在水里的 石头 放进了 所以 它就可以喝得到了 谢谢大家 我的故事讲完了 好